电气化浪豪听起来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但汽车上的电动化却是近十年才大张旗鼓的开始 电能为汽车工业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 却也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 看一台纯电车型跟开普通的燃油车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 纯电的车型起步零延迟 并且还有充分的扭矩爆发 再加上能量回收系统带来的这种制动效应 其实很多人在第一次开纯电的车型的时候 往往不容易把它开得很平顺 那么有没有一台电动车型 可以继续保留着我们熟悉的燃油车的驾驶习惯呢 如今我们有了答案 东文本田EN S1 本田在华首款纯电动车 它有着先锋美学设计语言 EN已在浪潮感满分 HBO泛着蓝色光辉 封闭式隔山打开后 就是它的充电接口 15.2英寸的超大屏 等等 这真的是一辆本田 这台EN S1在研发之初 本田工程师的第一要义 就是在驾驶乐趣和乘坐舒适性之间 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那么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动力总装制造商 这台EN S1能否打造出 具有本田驾驶质感的车型的至关重要 那么这台EN S1它究竟做到了吗 为了感受本田式的驾驶质感是什么 我决定开着EN S1去山路试试 还跟一位本田机车骑士 约了去郊区露云 我们出发 这台EN S1开起来还是轻快 然后平顺为主 当然很多电动车型都是这样的特性 但是这台EN S1又有所不同 它在起步阶段会把它的扭矩释放 加你一定的抑制 这样的话 它的整个加速过程就会表现得更加线性一点 跟我们传统驾驶燃油车更加接近一些 那这两个特点呢 其实也是本田一直以来的驾驶方面的优势项 说说舒适性方面的吧 它的NVH当然表现很好的 因为首先电机所带来的噪音就很小 另外这台车型呢 它的胎噪也并不大 车内的安静程度保持的是很不错的 相比于燃油版本的本田呢 要更好一些 那另外就是悬架 它的支撑性是很够的 但同时呢 它又是那种偏有韧劲的悬架 它不是一味的硬 所以说在初段的部分呢 它还是能够过滤掉路面上 绝大多数的这种细碎颠簸 在车内呢 也能够享受到一个比较舒适的驾驶环境 以及乘坐环境的 智能互联与安全 同样是本田式的用车体验 你好本田 请分付 这块15.2英寸的高清超薄边框中共屏 是本田有史以来最大的多媒体屏幕 配合Honda Connect 3.0 纯电动车专用的版本车机 极具未来感 Honda Sensing安全超感系统 涵盖主动刹车 毛巨监测等等功能 还新增了DMC 驾驶员状态感知系统 驾驶安全也得到了充分保障 那么什么才是本田式的驾驶感受呢 我跟朋友聊了聊 其实从燃油车 机车到纯电车型 本田驾驶质感 一直都是让你熟悉的 均衡的 轻松的感受 在你第一次驾驶它的时候 就会有非常熟悉的感觉 当你仅仅需要通勤的时候 它能带你轻松的出行 而当你想要一些操控感 驾驶乐趣 还有能很直接 很有惊喜的带给你激情 电动画浪潮是大势所趋 但科技进步的同时 更具有人文关怀 才更显气度 跟本田ES1 为我们展示了一台 更多场景化可能性 更容易适应的驾驶习惯 更新鲜 潮玩的车型 这才是本田 在浪潮下的初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